为了提供普里镇孩子们更有意义 并且具有挑战性的游戏空间 普里镇公所争取经费 即将在普里镇育婴国小及普里国小 分别设置一座特色游戏场 并且在日前举办特色游戏场工程规划说明会 先议员陈怡君表示 在听完规划报告之后 发现整体的规划都非常的完善 也可以让社区以及学校的连结更加紧密 而针对育婴国小规划部分 对于遮阴以及排水问题 也希望能够一并来规划 让整体特色游戏场可以更完善 孩子们也能够更快乐地在这里游玩 现在运国小这样的一个游戏设施设置完毕之后 我相信一定会让校园里面的孩子们 能够玩得更安全也更开心 那整个对社区的民众来讲 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 带着自己的小孩去这边使用这些设施 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 未来这个运营国小的游戏设施的上面 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些遮阴的设备 那还有相关的学校这个淹水的问题 也需要做一个排水的处置 先议员野人创表示 未来这两座特色游戏场规划完成之后 两所学校也允诺开放给社区民众使用 让想要孩子体验有挑战性游乐设施的民众 不必再轴车劳顿 带着孩子们到外线市 虽然现在的规模较小 相信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未来普立镇对于特色游戏场的规划 会越来越完善 那也非常感谢运营国小跟普立国小 林校长跟中校长 他们也都把校园开放 跟社区结合在一起 那假日的时候 我们亲子也可以带来学校 来这个有特色的游戏场 来做游乐 来融合我们亲子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也不用把小孩子带到 比如说大甲的凹风山 去那边体验那边的游戏器材 虽然规模比较小 但这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普立镇公所 争取中央经费 规划特色游戏场的用心 也期待这两座特色游戏场域完成之后 可以提供普立镇的孩童们 有更好的游戏空间 记者陈唯一普立镇采访报道